讓我們來歡迎來自新北勢力中正國小的徐憶軒 林承宇 黃雲鴻 何承宇 龔玉勳同學 以及他們精彩的故事 盲目迷宮 重現光明 回到世界 我們的DMC活動是 盲目迷宮 重現光明 回到世界 我們這次的活動分成 感受 想像 實踐 分享 心得和活動點滴 感受是我們發現問題 想像是我們想 如果大家視力都很好會怎樣 實踐是我們決定做盲目迷宮 分享是我們做PPT簡報跟一些同學們分享 有參與者的心得 也有我們自己的心得 活動點滴是我們在做盲目迷宮時的一些照片 我們學校的學生視力不良率 超過全國的數據 每十個人就有五到六個人 視力不良 視力很重要 但還是有很多人不在乎 所以近視 近視的人上課時會看不清楚黑板和白板 而無法好好學習 運動時戴著眼鏡也很不方便 吃熱的東西的時候眼鏡會有霧氣 沒辦法好好吃東西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好好保護自己的眼睛 能開心跑跑跳跳 這張是我們在票選迷宮設計圖時的照片 我們最後選用了拱日薰的迷宮設計圖 因為我們覺得他的設計圖非常的清楚 而且桌椅的數量跟教室的桌椅數量也比較符合 這個是我們的迷宮設計圖 然後這個是起點 那是終點 那是出口 紅色菱形是我們的工作崗位 一號是我 我是負責叫同學們轉五圈 然後再幫他們戴上眼罩的 二號是林承宇 我是負責跟參賽者說明迷宮的規則 像是在迷宮內禁止奔跑 也不可以隨便移動東西 三號是黃川瑞 黃川瑞是負責在出口幫體驗結束的體驗者們 用這一張小卡片拍張照 四號是何晨宇 我是負責喊口號的口號是 祝福你從見光明回到世界 迷宮開始 五號是徐一軒 我是負責在迷宮內看大家的安全 當時間到的時候我要說請不要亂動 你需要幫忙然後帶他們到出口 我在迷宮內不可以隨便移動身體或發出聲音 六號是黃雲航 我負責在時間到的時候喊時間到 再讓徐一軒把他們帶出迷宮 我也不能亂動 避免讓他們知道終點的位置 我們在佈置迷宮場地時遇到了許多困難 像是桌椅難班 人手不足 時間不足 換活動場地等問題 但是我們都一一克服了 這個是我們恢復踩踩踩時的狀況 很辛苦 請加油 這部場地是很辛苦的工作 很怕體力 這個是我們製作PPT簡報 跟一些同學們分享DMV的事 還有我們的盲目迷宮 我們先向參舉者們分享了這一次 跟他們告訴這一次盲目迷宮的規則 包括不要從裡面提到的 不要從桌子上或下轉過去 也不要在迷宮內張開眼罩 看到迷宮內的過關路線 之後就請他們戴上口罩式眼罩 進入盲目迷宮 這四部影片是體驗者們體驗時的狀況 有趣的是 右上角那一位 他快要到終點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又折搬回了起點 我們的安全還可以再加強 因為如果有人像右下角這一位 用跑的 那他就會在最後的時候 撞到黑板的邊邊角角 造成受傷 我們這一次的盲目迷宮 讓體驗者們都體驗到了 視力的重要以及看不見的恐懼 參與者反響 這次的活動有達成目的 參與者也了解到了視力的重要性 但是從他們的心得看出 我們的安全可以再加強 我們把我們的故事放到學校的帽子上 跟全校的師生分享 讓全校的師生知道 讓全校的師生知道 視力的重要性 盲目是高度近是問題最不好的結果 所以我們用盲目來警惕那一種 在坐姿不端正環的人 還有在燈光不衝突地方玩手機的人 還有邊走邊玩手機的人 學校有告訴我們一個口訣叫 八五二一零 八是天天睡滿八小時 五是天天無書果 二是四電少於二 四電就是電視電腦電動和手機少於二 就是少於兩小時 一就是一天至少運動三十分鐘 零是用眼三十分鐘休息十分鐘 而看不到的世界就真的像一個超級的大迷宮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注重視力保健問題 這是我們的活動點滴 這次的活動有達成目的 大家可以體驗到視力的重要性 這些是我們在 我們的活動過程中的照片 謝謝大家的聆聽 祝福大家重見光明回到世界 好 謝謝忠貞 各位小同學 祝福我們大家重見光明 我們應該還好吧 我們在場的這個 我看你們五位同學 五位同學當中只有一位有戴眼鏡 其他你們四位是眼鏡很好嗎 沒有 我也都有近視 可是他們兩個戴腳模塑型片 然後我們兩個是還沒有戴眼鏡 也還沒戴腳模塑型片 有近視 對 我們五個都有 所以你們五個都有近視 五位都有近視 一個看到實體的眼鏡 腳模塑型片 然後這兩個拖拖拉拉不去治療 對不對 不是 那好 那很簡單的 剛剛那個什麼852110 是你們自己發明的嗎 沒有學校說的 學校說的是不是 來 再趁這個機會 再跟大家呼籲一次 852110到底是什麼 八是天天睡滿八小時 五是天天 五是天天 五是天天五出國 二是四電少於二 四電是電視電腦電動還有手機 少於二是少於兩小時 各少於二小時 就八小時 總共 總共少於兩小時 來 一就是一天至少運動三十分鐘 零是用眼三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 好 希望同學們提供的這個852110 這麼豪氣的一個口訣 大家記在腦海裡面好不好 健康最重要對不對 再次謝謝中正國小同學 也歡迎你們的輔導員 一起上台拍照好不好 來 等一下 看一下 看鏡頭 看鏡頭 謝謝 謝謝 新美市立中正國小的同學 謝謝